好 那我们接着继续 那么这个对吧 这个可以进行参数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就做完了 就对这样一个搜索 当然他这里面参数呢 还不算多 对吧 还不算多 只有一个参数 如果说还有多个参数 对吧 多个参数 你怎么去取值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三种分类算法 那这种算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经常会使用这种算法呢 去做这样一个分类预测 那这种算法呢 叫决策数 当然还有他的升级吧 随机森林 这个是他的一个分类算法 那我们接着来看决策数 对吧 决策数我们要讲一些基本的 第一个认识一下决策数 第二个就跟我们普通别斯一样的 也会有些基本的数据知识 信息论的基础 那银行贷款分析 我们会用这个去分析这个信息论 对吧 怎么去做的 第三个 也就是说我们讲一下这个决策数生成的时候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怎么去生成一个决策数 第四个我们会用这样一个 Tanel一个号 当然这个数据呢 也有很多地方都用过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经典的这样数据 先做一些预测 成测的一个生存分类 那首先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决策数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决策数 它作为一种分类算法 它就是一个数 类似于数的结构 我们前面学过这种凹叉数 数的结构 对吧 就相当于是从上往下的一个分开的过程 分支的过程 那么它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呢 其实就是我们程序当中的一个分支语句 if that的结构 就是说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就一个个判断了 那么它的思想呢 就是这样去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决策数呢 或者说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例子 比如说你这个母亲呢 给你介绍男朋友 对吧 给你介绍男朋友 那么这个女孩呢 她就一些条件 她就按这些条件的去 一一的去判断 比如说我们看到 看到先看到这个对话 这个女孩第一个就问 多大年纪了 对吧 第一个问年纪怎么样 第二 这个26对吧 还挺年轻的 接着就问长得帅不帅 挺帅的 好 继续往后 收入高不高 那不算很高 中等情况 这时候呢 她还是继续往后 是不是公务员 对吧 是的 然后是这个 对吧 接着直接去见一见 那么 这就是从上往下的一个对话的过程 那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选择过程 如果说 对吧 假如说你在这里 对吧 你这个条件往这里一输 你是会被她见面呢 还是不会被她见面呢 是不是在这里就能得出来了吧 你的年龄来大于一个值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直接被pass了吧 你的类别是什么 不能被见吧 对吧 那如果说你的年龄比较小 对吧 然后展翼平出来 是不是可以一路往下吧 对吧 那这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话的过程 转换成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数的结构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看到 这里就相当于是 假如说她心底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值 对吧 心底有一个值 年龄大于30的不见 年龄小于30的我才见 那这是不是就两个类别 一个见一个不见 两个类别吧 对吧 然后第二个判断是展向 如果是丑的我们不见 如果是帅的就见 那接着他有一个判断 就是收入 如果你是高的收入 是不是直接就见了 如果是你中等的时候 他又加了一个条件 说明这条件还不一样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决策数 他再去 或者说这个数 这个数 他再去做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看 他凭什么把这个年龄 或者展现先放前面 他为什么不把收入啊 或者这个钱 有没有钱放在前面 是不是这个东西他看的更重吧 假如说你前面对吧 第一个来有没有钱 的确有 但是后面一看年龄50岁 对吧 就肯定是不要 对吧 所以他第一个要把这心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摆在最前面来去判断了 重要因素一判定的好了 基本上一大堆对吧 我们可以pass掉一大堆 然后再根据他心底的这个因素 应该是从前往后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吧 是这样一个分裂过程 哎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 哎 我们现在来看 这只是我们给的一个例子 对吧 假如说现在给了这样一个例子 银行贷款出去 当然银行贷款啊 你能不能拿到银行贷款 就是你的类别 就是你这个人 能不能拿到这个银行的贷款 但是你影响你贷款 是不是有很多因素啊 当然我这里啊 给了一些具体的一些 个别的一些影响因素 如果具体的业务的话 肯定影响因素不止这么点吧 对吧 好 那这里面给了几个特征对吧 比如说有年龄 有工作 有自己房子 现在情况 通过这些特征去干嘛 判定你最后 你能不能拿到贷款吧 是不是这样过程 那这个过程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分裂过程吗 分裂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一共有15个样本 如果说你是这个银行的负责人 或者说你就是负责这个贷款 这个业务的 你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算法 或者没有机器学习去做 那你去这个划分贷款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人的资料吧 是不是要看这个人资料 哎 看到大概了 对吧 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贷款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决定说 给他贷款的额度多少 是不是都可以去决定吧 那这个过程 如果叫你去进行划分的话 你怎么去划分啊 你怎么去判定 哎 这里面哪些人能得到贷款 哪些人不能得到贷款 如果让你去进行划分 是不是 你有每个人划分 你看一下你怎么去划分啊 哎呦 你看一下 年龄有青年 周年老年 工作是否 有没有工作 房子是否 有没有 现在情况一般好 非常好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去 进行这个分类吧 因为你看到这个客户 是只有看到他的这些资料吧 你只看到这个客户的资料 你看到其他东西的 你见不到这个客户 那你只能干嘛 按照这些资料去进行分 那你怎么办 哎 你如何去划分 是否得到贷款 比如说你划分的时候 你可能把这个工作 有自己的房子 是不是看的重要 或者说年龄看的重要 那哪一个重要 你能够说这个通过数据呀 或者通过直观理解 那你要理解哪个重要一点吗 哎 有自己房子对吧 有可能是有自己的房子 真的 或者说有工作 对吧 有工作 哎 他都是一个 但是你这样是都是凭这个人的经验 或者说凭这个 这个这些这个划分的人的经验 他自己去进行判断了 但有可能也会判断错误吧 哎 所以那整个你去划分的过程 有可能是这样的 哎 我判的年龄 来看一下 七年的中年老年呢 一般年龄大了 我就直接给贷款了 年龄小的 我在考虑其他条件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去做 哎 有可能你考虑的是什么 有工作 有工作了 我直接就给贷款 没有工作了 我就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贷款 那是不是这是你有可能去判别的一句吧 那么我们的决策数 或者说我们的 这个随机森林 他去判别的时候 不是说靠你的经验 或者说靠你一看 对吧 感觉对了 就这样去分 对吧 并不是靠你感觉去分的 而是靠科学的依据 或者科 具体的方式 方法 对吧 计算的方法去分的 那决策数 有可能他是这样去分的 对吧 决策数实际化分呢 他是这个人 他先判了 有没有自己的房子 有了 直接给贷款 没有了房子 那看见有工作 有工作也得到贷款 没有工作的 其他条件都不给你贷款 也就是说 在这里是不是结果都是否啊 对不对 当然这里啊 只针对于我们当前 只有这几个特征 如果说你有几十个特征影响 是不是你还得去 在实际的考量 每一个特征的重要性啊 再去进行这个贷款的分割 对吧 好 那我们接受就要讲 凭什么决策数 他就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 把这个有工作放这里 或者说他更详细一点 把这个地方再加一些 再加一些 这个数比较庞大 那这个过程 为什么他会这样去分 是不是你不知道啊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分 或者他有什么依据 去分出来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几个例子 信息的度量和作用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些 信息论的基础知识 那么比方说 现在啊 给你32支球队 给你32支球队呢 那么每个球队 他都有一些概率去获得 这个冠军对吧 好 比方说啊 我现在呢 把条件给限制一下 对于这32支球队 你一无所知 或者说 你对他们的这些历史的 这个球队信息 都是不知道的 哪个强 哪个弱 你都不知道 你去猜冠军 你该怎么去猜啊 32支球队 对吧 32支球队 你怎么去猜啊 每个球队对吧 都是等可能性的 因为你没有历史数据吧 对吧 比如说中国队跟这个什么 德国队 他的获得冠军概率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个一样的话 你这怎么猜 对吧 那这是你的这个猜的方法 那你有可能说是乱猜 对吧 那现在我再来加一条件 如果说你每猜错一次 对吧 每猜错一次 你是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你要给别人多少钱 对吧 猜错一次给10块钱 猜错这个20块钱 那你再这样去猜 怎么猜猜保险一点 怎么猜猜保险啊 反正你都不知道这三招 这球队的一个情况 那你怎么去猜 随便猜对吧 但是你随便猜的话 假如说你从一招到三招 那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冠军了 你去猜吧 对吧 你从一招到31 我都说不是对吧 哎 我都不是说 那你要给多少几百块钱 对吧 都要给我了 那怎么办 那所以你是不是为了保险起见去猜吧 那你怎么去猜呢 哎 我可以去 一半一半的去猜 可以 可以啊 我没给你条件说 必须你只能猜一个 对吧 你可以去 猜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球队 对吧 你现在有32这球队的编号 对吧 一到三招 对吧 一到三招 那我现在呢 就是这么长 对吧 这么长的一个列表 32这球队 好 现在我猜 我不是从一参到三招 对吧 困运气 那我是怎么呢 先对吧 我先猜 冠军是不是在 一到十六中之间 或者说你直接从中间猜 对吧 哎 这样的话 是不是你一下 瞬间就少了一半吗 所以你现在 如果没猜对的话 对吧 你要给我钱 对吧 肯定是要给我钱的 你这里猜不了 好 那直接说 他是在一到 比如说一到十六了 然后呢 这边是17到三招 17到三招 那现在 你猜的是在这里 我说了 就是在这里面之间 那是不是再对半猜 是不是又一减少一半 哎 再猜就是变成一到八 我就不换了 然后再猜 比如说还是 八到十六之间啊 然后你再猜八到十六 然后就八到中间值 然后呢 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得到一个结果吧 那我们要猜几次才能 最保险或者说最大的代价是要猜几次啊 猜几次啊 猜几次最终才就会猜到 就是猜几次肯定是能猜到的 五次吧 是五次结果变成了什么 最后一个了吧 你把对半折就是了 哎 五次 五次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不纠结这个猜东西了 对吧 那也说我猜这个五次 也说我会猜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肯定会 也最大的这样代价就是五次 那么你就比如说你别人给我三三百多 对吧 你就给我五十块就够了 对吧 这也就是代价对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讲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 就是说你只要猜五次呢 其实你这样去猜就能猜到结果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稀奇论当中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三十二十球队 它正好就等于log三十二 这个log啊 其实就是以二为底的啊 这我就不说数学东西了啊 就是以二对吧 假如说你这个二的三次方点八对吧 你这个log八就等于多少三嘛 哎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那假如说这个东西正好呢 它就是log三十二等于五 然后呢 如果说六十四只手练 你要猜多少次 是不是多猜一次吧 哎 它就等于六 那我们刚才是以这个多少钱多少钱去衡量 那么在信息论当中呢 我们是以比特去衡量 注意了 这个比特就是我们计算机成计算机当中的这个比特概念啊 比特啊 不是比特币啊 不要乱讲 那这个比特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叫谁呢 对 夏农 这个人呢 非常非常厉害 那么他就是信息论的创始人 他是这些这个头衔 我就不怎么读了 对吧 比如说密歇根大学学士 马尘利博士 对吧 这个我们不不管他 对吧 好 他在1948年 注意这个时间 1948年 发表了这样一个论文 叫通信的数学原理 奠定了这个现代信息论的基础 哎 那么这个里面48年 对吧 非常非常早了 基本上就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对吧 他已经得出这样一个东西的结论 或者说他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他提出来的信息呢 以比特为单位 那么这里的比特 也就是说我们计算机当中的比特的来源 就是他来源的 能理解吧 我们计算机比特 比如说一个汉字 对吧 一个字符对吧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8比特对吧 字节8比特 这个简单提一下 8比特 那这个比特意义呢 就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比特 好 那么这个比特 我们不是说啊 我们不关注这个比特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他把信息呢 就定义成比特 那我们把这个刚才 我们去猜的时候呢 哎 你的代价是多少 5比特 你的代价是多少 6比特 你理解吧 哎 5比特 6比特 好 那么他总结出的这些结论啊 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的这个决策数的依据啊 就是根据信息论的一些东西 去得出结论的 你理解吧 那我们接着往后说 那么这个结果呢 我们这个等于5比特这个结果 非常神奇 正好是等 如果说现在的前提条件 刚才说了 如果 如果 不知道任何一个球队的信息 对吧 不知道 任何一个球队的信息的话 信息的话 历史信息 对吧 你是不是 最少这样的一个5比特 对吧 你的这个按二分法 是不是5比特的 这样的代价 那现在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香冬呢 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他找寻了这个信息的一些关系 那什么呢 信息商 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 信息商 他的得出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二分法 就是说 我们已经 有二分法了 对吧 这是我们确定的 去做 是不是最大代价是5比特 好 那他提出 比如说这个 谁是世界冠军的信息量 应该是比5比特少 那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我现在把这个条件改 现在我给你知道的这些条件 我给你开放了一些 对吧 开放了一些历史数据信息 好 那你再去猜的时候 会不会 有这么大的代价 就不会了 假如说我现在给你历史的 对吧 十年的信息 对吧 十年的球队的比赛信息 那你再去猜 你会猜什么 对吧 你不会再去猜中国了 对吧 你会猜这个德国 对吧 巴西 或者说这个 其他这些强队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样去猜的话 你这些球队 是不是获胜的概率 是不是 你心中肯定是说 觉得他获胜的概率 要大一点 那我们如果没有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球队 获胜的概率是什么 都是多少 三十二分之一吧 每个球队获胜的概率 是不是三十二分之一 是不是 三十二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对吧 这点点点点点 点点点 那如果我告诉你之后 你其中呢 比如说德国 对吧 比如说这个德国 德国 他获胜的概率 和你这个 比如说巴西 对吧 好 那么德国获胜概率呢 他是不是要比这个大吧 肯定比这个大 比如说啊 我们就给个比较大的值 四分之一 对吧 比如说他获胜的概率 没这么大吧 给个六分之一 好 那么再给巴西呢 也给个六分之一 他们实力均等 对吧 假如说实力均等 然后给中国 对吧 我可以给个 我给个大一点吧 十分之一 好吧 给个十分之一 好 那么现在对吧 你这个获胜概率是十分之一 对吧 那所以你肯定按概率去 这个得出这个结果吧 好 那现在我们 他相同得出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就是这样的规律 他用一个值 这个五比特呢 这个五啊 正好是等于什么呢 正好等于log 整一三十二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乘以log三十二分之一 注意了 加上一共有多少只球队啊 三十二是吧 三十二是吧 乘以log三十二分之一 加上一只加加加 一共有多少 三十二只球队 那么正好这个结果就等于五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其实就是刚才log三十二吧 就是刚才log三十二 注意了 这个地方啊 他的值啊 不是一个正数 才是一个负数 所以呢 为了把信息呢 以正数表示 他所以取了一个负号 为什么这里是负数啊 这个我就不想进去说了 因为这个log这个函数啊 当然这些数学这样的概念 log取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里是一个小数的话 你这个地方 注意了 这是不是一个小数啊 小于一的值吧 他得出的这个log 这是一个负数 但是为了不能说 我的信息量是负五比特 不太合适 对吧 所以他把这个值呢 加这个负号 所以最终得到五啊 五那他就以比特为单位 就得到五比特 好 那这是他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 对吧 这是他的结论 然后呢 如果说你现在得到了一些信息 意味着你现在去猜的时候 代价是不是应该要小一下吧 你得到信息了 你猜了这个代价 有可能猜两次 猜一次就结束了吧 那所以你的代价呢 肯定是 哎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就不是五比特了啊 不是五比特了 一旦你提供了一些信息之后 那这里面的概率就不平衡了吧 哎 这里概率我就随便改一下了 比如说这里是四分之一 加 这是德国的 对吧 这里是巴西的 对吧 然后呢 哎 这里 那么这个加起来的值呢 正好是一定会小于五的 这个你不用去什么证明 对吧 我没有 我们没有必要证明 对吧 他就是小于五的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 你当你得知一些信息之后 我们的代价是不是就减少了 我们把比特就理解成代价 你的代价是不是就减少了 哎 那么这个代价呢 我们称之为信息商啊 信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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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信息商已经定义好了 对吧 他就是反映了你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看一下信息商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求和啊 求和 然后呢 px就是概率乘以log概率 就是说每一个概率乘以他的log概率 然后呢 所有的东西都求个和吧 哎 得出加个负号 得出一个结果 那么 当我们32支球队夺冠的概率是一样的时候 你的信息商哪段 对吧 5比特 信息商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提一下 他在这个什么啊 这些传输压缩的时候 用的是比较多的 你这个压缩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文件压缩最少得用多少比特 哇 对吧 你这个压缩一下对吧 压缩最少有多少比特 他的原理就是信息商的一些原理 但这我们就不仔细去说了 那这里面对吧 我们用的是5比特 当我们得车得到一个信息之后 我们的信息商大小是不是就减少了 是不是减少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信息是和消除不确定性强过来 我们的信息商越大 说明我们的不确定性 是不是越大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信息商越大 是不是你的每个均等都均等了 是不是你的不确定 你去这个猜冠军 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不确定性是不是很大 那一旦你的信息商小的话 你是不是不确定就减少了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你猜冠军的时候 是不是就更加确定性了 这个一定要记住 信息是和消除不确定性相关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把不确定性跟我们的这个案例 联合起来 结合起来 当我得知一些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不确定性下降了 薄计定性下降 你的信息商也下降了吧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先下个休息一下 我先下个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